我们在生命中岔路口的每一次选择,或者是人生中脚下的每一步,都会成为自己命运一部分,影响着自己一生的何去何从。 只有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,心中才会有所醒悟与禁忌,不会轻易走上错误之路,让精彩的人生蒙上一层阴影。 愚笨之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人生每一步的重要,在侥幸之中幻想着能够找到人生的洁净,殊不知,最终是弄巧成拙,让自己一步错,步不错。 最终人生之路越走越窄,不一样的选择,注定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,现实中。 真正的有福之人,一辈子不会去碰一下这些事,别不知道。 听国学故事,知传统文化,大家好,欢迎订阅一技术,不碰占小便宜之事。 俗话说,贪小便宜,吃大亏,现实中,有些人故意利用人的贪婪去下套社局,往往会让一些人误以为能够占到便宜,得到实惠,万万没想到最后让自己吃了大亏。 一个朋友讲述过自己占小便宜,上当受骗的故事,有一次,他用了三四年的手机续航越来越差,一直想找机会拥有梦寐已久的新手机,但是,新手机价格昂贵,让他迟迟无法下决心更换。 只能先静观其变,走一步说一步,无意逛商场的时候,再次看到了心心念念的新手机,而且,价格与其他地方相差甚远,可以说非常便宜,起初他有些犹豫。 认为这家店新手机价格过于便宜,说不定其中存有瑕疵,但是工作人员却说,大幅度优惠的背后是因为电竞的缘故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存在,这样的理由让他放下了内心的防备,甚至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之人, 果断付钱,准备拿下心爱的新手机,工作人员受了钱,说要从库房拿一台新手机,让他等待片刻,但是,过了一会儿,回来却说库存的手机有些问题,劝他加钱,换另外一部手机。 他看到更高配置的新手机价格,也比市面上便宜很多,觉得咬咬牙再加一点钱,也是很划算的一件事,于是,他又加了一些钱,买了另外一部手机,但是到了家里才发现,这台手机的实际配置并不高,很多网站上的价格都比这家店还要便宜。 而且,自己非但没有买到最初心仪的新手机,而且还多花了很多钱,买到了一部名不副实的假手机,这一切都是因为贪小便宜的初衷使然。 让自己最终吃了大亏,他时候反思道,那款手机本身就不便宜,商家在中间赚钱,他为什么会卖那么便宜呢? 太多时候,我们不去碰占小便宜的事情,就不会让自己吃亏。 这背后是因为懂得每一件商品都有自身价值的真谛,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太过美好的事情背后往往蕴藏着陷阱。 当一个人,不管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,能够坚决不去碰摊小便宜的事情,自己就会成为一个有福之人。 不谈小便宜,本身就会让自己远离现实中一些纷纷扰扰的烦心事。 让自己不会轻易陷入其中损失惨重,不谈小便宜,会让自己更加务实看清当下每一步,自觉屏蔽掉人生路上嘈杂的与诱惑,成为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人。 不碰做人底线之事。 底线,底线是什么?从字面理解,就是最低的分界线,也可以把底线看作触发地雷爆炸的引线,或者是雷管。 其实,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底线,婚姻的底线,双方不得出轨,夫妻任何一方出轨都必然触发地雷爆炸,毁掉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,做儿女的底线,孝顺老人。 无论父母身体,经济和社会地位如何,为人子女必须无条件赡养侍奉,否则将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和抛弃。 为人父母的底线,抚养儿女,言传身教,无论子女多少,是否聪颖,必须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人,否则就成了一对造人机器,做人的底线。 做修养上的真人,不做愧对天,地,人是,不说伤害天,地,人的话,严守道德底线,不碰法律红线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不幸灾乐祸,不思破脸皮,有所为有所不为,每一个人都要赚有限的钱,过有底线的生活。 境界有高低,底线有不同,最近电视新闻爆出一则新闻,公交车上,一小伙对一姑娘伸出闲珠手,姑娘怒不可遏,当即扇了小伙一个大嘴巴子,并准备报警。 此时,小伙却掏刀,连刺姑娘挤刀,小伙被乘客制服扭送公安,此案就是典型的底线认识问题,姑娘被闲珠手,触碰了她的底线,反击,报警无可厚非。 小伙认为,姑娘当中大嘴巴子,触碰了她的底线,所以动刀,由此看来,小伙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的趋势,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,她只顾自己的底线。 却丝毫不想姑娘的底线,毫不顾及法律和道德的底线,现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底线的人,大有人在,一个女人失去道德底线,她可把手伸向任何男人,一个男人没有道德底线,可吃喝嫖赌抽,很难想象,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能成为你的朋友,请记住, 没有底线的人的下场,也没有底线,每一个人都不要用自己的底线,衡量别人的底线,更不能随意践踏别人的底线,人生离底线越远越好,商人没有底线,即可坑蒙拐骗,靠忽悠骗钱,这就叫越无耻,越狂妄,新闻工作者没有底线。 即可靠假新闻或敲诈勒索捞钱,媒体平台没有底线,伪劣假冒广告,充斥迎评,涉黄泛黄履禁不止,底线,人们呼唤底线的归来,有人在不停地拯救底线,有人在为底线丢失而造成的后果买单,也有人被没有底线的人坑害,没有法律的底线支撑,光靠道德底线约束是苍白的,到底谁碰了谁的底线,我们真的伤不起, 无论何时,无论何地,我们都要有底线,它是做事的基础,它是为人的尊严,即便有过无奈,选择过退让,仍要坚守底线和本心,有了底线,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,才能知道,有可为之事,有不可为之事,坚守底线,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,就是坚守自己的未来,做人若是没有底线,身边的人就会远离你,身边的福运也会消失不见,不碰歪门邪道之事。 人生有正道,也有歪道,走正道的,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,走歪道,不仅不能成就人生,还会毁了自己的人生,何为正道,就是走光明之路,走正确之路,走有前途之路,走符合自己的人生之路,具体来说,就是做人要遵章守记,不做违法乱记之事,说白了,做人就要说老实话。 干老实事,做老实人,古人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,如今做人就是要做一个讲文明有素质的人,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自己的梦,这就是青春之梦。 有的人想当科学家,当作家,当书画家,有的人想发财,想做个大富翁,这些都是梦想,只要靠自己的汗水去拼搏,便会梦想成真。 人的一生,谁不想做点成绩来,可为什么不少人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理想呢,也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呢,这里除了少数人当初确立的理想不现实外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,不少人在前进的路途中没有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。 没有坚定人生理想和信念,思想和行动,偏离了理想和目标,也就是没有走正道,走了歪道,人不走正道,就会放弃了说老实话,做老实事的做人原则,靠歪门邪道是达不到人生目的。 假如我们把人生的理想和目标确定登上山顶的话,那么,要登上山顶,就必须一往无前,一直向前攀登,紧紧盯着山顶,不要偏离了目标,如果不盯着目标,偏到了,不管你怎样用功,也难以攀登上山顶的,人的一生就是如此,如同登山一样,只要明确了目标,只要走正道,只要一个劲地向目标奋进。 终会到达目标的,诚然,要登上山顶,也会有坎坎可磕,可谓杂草丛生,披荆斩刺,但只要你目标明确,毅力顽强,不言苦和泪,刻难攻坚,就能到达山顶,人生之路也是一条不平坦之路,充满着挫折和坎坷,有学习上的困难,有物欲上的诱惑,有身体上的病魔等等,如果一个人没有勇气,没有毅力,没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,就难以实现人生的理想和目标。 人之初,性本善,人在初期,大多走的是正道,可人生路上充满着五光六色,更充满了各种诱惑,不少人走着走着,就失去了前进的勇气。 尤其是受到了诱惑,如学生期间,有玩游戏的诱惑,年轻时期,有物欲的诱惑,中年时期有全市的诱惑,人生经不住这些诱惑,搞不好就会从走正道走向歪道,比如,青年时期受物欲的诱惑,讲吃,讲穿,讲玩乐,一个人讲享受多了,讲吃苦,讲奉献就会少了,如此就会怕吃苦,怕受累。 工作和学习上就会偷懒耍滑,不良知习就会影响自己的人生,可见,人要生存就只有走正道,不能走歪道,如何走正道呢?就是要做老实人,办老实事,就是要遵守规矩。 老老实实做人,扎扎实实做事,就是要养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,养成作风务实的习惯,刻勤刻茧的习惯,有了这样的好习惯,就不会被各种物欲所诱惑,心中就会有自己的主心骨。 有了这样的心态和思想境界,无论在什么条件下,都能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,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。 感谢您阅读,赞赏与分享本文,感恩您点点订阅,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,请积极参与留言,与大家一起分享。